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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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喲 欢迎大家来到文城Lucy的专栏频道 我們今天呢 來一道是南京東路人行街 那所在位置呢 其實就是在地鐵的二號線 淺綠色的二號線 雖然在我正後方這邊呢 其實就是人民廣場的捷運站 在後方 然後那邊人民廣場還有新世界百貨 那我們現在往前走的方向呢 就是往黃浦江的方向 那也就是說捷運站也是在 同樣二號線 淺綠色的二號線上的 南京東路捷運站上 那可以看到整條路上 滿滿的人潮 這個跟我在2010年來的時候 一樣人潮從來沒有減少過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個還是不變的呢 就是在會即將陰入我們眼前的這個 叮噹車 沒錯 在這個步行街上的這個叮噹車 我們現在呢就來到南京 入步行街的一個中間的一個廣場 那在這個廣場上呢 其實我看到發現ZARA 拿到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店面喔 非常好的一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在我的正後方這邊 沒錯 然後它總共是一樓到三樓的空間 但不過你可以看到它的外牆啊 它的廣告是做了一整棟樓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覺得它拿到一個非常漂亮的位置 那今天是禮拜六的下午 那ZARA門口 由於西來人網的人非常多 因此呢我就忍不住呢 來看一下禮拜六下午的ZARA 電影頭會是什麼樣呢 果然不出所料 它包含一樓的樓面 還有二樓三樓每一層樓的樓面 包含連電幅梯上面的人潮 都是一個接一個 整個樓地板面積充滿的人 這樣的一個人潮真的是 讓我非常的吃驚印象深刻 我們現在來南京東路360度附近這邊呢 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正後方呢 就是ZARA另外一個品牌 然後大家再後面一點呢 後面這邊呢 可以看到它隔壁有像SWATCH 那同時還有H&M 也是在這裡 那我們的對面呢 在對面這邊呢 則是UNIQLO 不過UNIQLO這邊有點特別 它在二樓 它那一樓都已經給了鐘錶出寶墊了 Omega他們 在不遠處呢 你也可以看到Forever 21 所以其實可以很清楚看出來 這邊大概是像Fest Fashion 大概都在這邊各聚三頭 但這邊啊 還有發現一個很特殊 就是說在這邊的這個金樓 銀樓非常多 包含像亨德利鐘錶 還有周大福 在這邊都有非常多的點 所以就是可以看出他們做觀光客生意的一個Purpose 對 可以從它的一個店面的Tenamix上面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說可以看到他們這邊的一個消費的課程呢 算是比較Mass Market為主 嗯 那不過在這邊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感想 是這樣 就是這邊的感覺同樣是步行街 不過呢如果以課程年齡層來看的話 跟我們西門町步行街會有點不一樣 因為西門町步行街很清楚看出來都是Tingager 比如說國中生高中生還有觀光客 在這邊的課程可能同樣是觀光客 但是年齡層偏高一點 大概 大概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 有很多在中國外地 就外省市外省份的人 的觀光客會來到這邊 因為畢竟不管是中國或是國外的觀光客 也都會來到這裡 嗯 然後另外呢 這是我的自己的感想啦 但是 大家可能講出來大家都會想要打我 我覺得 以空間 以空間來看 還有它的步行間的長度來看 規模來看 就步行的寬度跟長度跟規模來看 我覺得 很像 東京的銀座的步行街 但是 但是聽我講完 就是 我知道那個class就是消費課程不太一樣 你也知道東京的銀座那邊是充滿的 Chanel, Guzzi, Prada, Louis Vuitton 就是它們的旗艦店 然後其實還有它們很多像 那個 Gucci的那種就是 它Cafe啊 或是什麼 Prada Cafe Chanel Cafe啊 Bulgari的Cafe啊 就是比較 high-end的 就是銀座的一個 商圈的一個 定調 還有它的一個屬性 那這邊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只有說 以長度 還有空間的寬度來看 會覺得有點錯 像 東京的銀座 但是 However 就是它的課程 跟那個定位 是不太一樣的 對,所以就是 類比一下 我們的西門町 還有東京的銀座 給大家參考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